主料,米饭200克,辅量,白醋,盐,糖,酱油,黄瓜一根,火腿少量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头天晚上,准备食材,版用的是美好时光海苔片,把海苔揉碎,放在米饭里,加入盐,白醋,糖,海添,味极鲜酱油拌均,喜欢吃辣味的还可以拌些辣椒酱, 铺上保鲜膜,把拌好的米板放在保鲜膜上,保鲜膜对折过来,把米饭包好,用擀面杖在上面来回得过几下,不要压得太大力,尽量保持米粒原油的形状,改成这个样子,准备下一碗清水,把一个小玻璃杯倒扣在碗中,让玻璃杯的杯盐在水中沾湿,把玻璃杯倒扣在米板上,旋转着压下去,就做成一个 和杯口一样大小的圆米饼了,剩下的米饭用保鲜膜包起来,重复五到九的步骤,继续做第二个米饼,如果米饼粘到杯子口上,只要用手清拍杯子,就会掉下来,饼还挺圆的,哈,把火腿,黄瓜切片, 然后每片中间画十字刀,全切成四分之一圆的小丁,在米饼上掰好花形,还好看的,然后用刀纤磨缝好,放在冰箱里,第二天早上起来,放在蒸锅上蒸五分钟就可以吃了,烹饪技巧,如果米饼调味料的料不好掌握的话,还可以在做的时候,什么调味料也不佳, 第二天早上吃的时候,吃一个小碗,再放入自己喜欢的调味料,吃多少拌多少也可以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